不得不說我這個穿搭 我來路上應該是最新的那位帥哥 哈囉各位各位朋友們 大早上的 我的影片給你 永遠看不你 哈囉各位 皇帝我今天其實是非常的感傷 非常的難過 我簡單來講一下今天為什麼會來拍這支影片 簡單來講我的員工要離職了 有在關注我的頻道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皇帝我是有員工的 其中一個員工叫比利 我來介紹一下比利的身世 比利這個人呢 他原本是空花者的員工 但是跟空花者因為鬧不合 反正這皇帝有覺得說 只要是人應該都是可以教育的 你知道嗎 就是 對 我覺得只要是人 只要有心都可以把他教育成一個 非常OK的人類 對 我就把比利從空花者那邊接過來 空花者就跟我講說 欸 你真的要用這個人 這個人很糟糕喔 爛到靠腰喔 我說沒關係 我會用我的愛感化他 但是證明我反省不了他 他其實真的是在工作上很不認真 摸魚愛分行 但他是很適合當朋友的一個人 我只能說他不適合當員工 也不適合當同事 因為他就是他會很亂傳話 我跟他講說 欸 蘋果很好吃 跑到另外一個員工那邊說 欸 皇帝說你超醜 就大概是這種傳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適合當朋友的一個人 但不適合當員工 不適合在一起工作這樣子 但工作的時候也是會蠻盡責的 你知道盡責5%吧 95%都會混摸魚這樣子 反正他這個員工呢 他要離職了 皇帝有點小難過 我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連空花者這樣背刺我 我都能夠原諒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個 可能真的是太重感情了 所以他其實這個員工要離開的時候 心裡有點小小的感傷 所以我今天想要帶他去完成他想做的事情 今天是7月5號 他7月5號或7月6號他就要辦離開這裡 今天是晚上的半夜3點半 我帶他去吃個東西 完成他的一些心願 算是這一集算是個 員工離職VLOG 那皇帝我呢 為了他特別準備了 這個衣服 這個褲子 然後 對 就像你們現在看到皇帝我身上穿了這個 可是他這一套更醜 我這套還算還蠻帥的 他要穿的是這一套 對 這套長秀的 然後跟我去吃宵夜 然後跟他談談心這樣子 他現在在樓下 現在已經半夜3點半了 看影片剪完 然後在樓下現在打遊戲打到現在 他在這邊真的是混到不行 OK 各位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下去處理我們的比利大爺 我現在都叫他比利老闆 因為他實在話 他比我更像一個老闆 就是摸魚啊 打混 然後手吃都不做 希望 未來他到下一份工作的地方 可以堅強啦 那我們就拿這套衣服 我約他去吃 約他去吃宵夜 GO 各位就像我說的 他在玩遊戲 OK 穿上啦 我不要啦 穿上 穿上 沒有 我不要 YA 要帶你出去瀟灑 你看 好帥喔 人生最帥的時候喔 媽媽我真的替你感到開心 好 忘記你沒有媽媽 呃 今天講話這樣 我講 你講話這樣喔 OK 那我們員工離職之旅準備開始 LET GO WOW 走囉 走囉 OK 準備好了嗎 要帶你去 Happy Happy 囉 可以不要穿這樣嗎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符合我們頻道的風格 我 你現在肚子會餓嗎 我還好 我剛吃飽 你剛吃飽 對 那你吃自己喔 蛤 我明天就吃自己了 你看我不知道解鎖 反正呢 我等一下要帶你去吃大餐 那我帶你去吃一間 全台中最頂 超級無敵 超頂 吃到飽 吃到兔的料理 有頂級火腿場 然後頂級的各式異國海鮮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紀念你 即將離開 我要讓全世界知道 我這個老闆對你到底有多好 OK 比利準備好了嗎 來走囉 那今天呢 說實在話就是 想帶你去快樂一下 就想說 好像你來這邊工作半年了 我好像也沒有真正的帶你去哪裡 牢牢走過 好不容易買車了 應該會讓你Happy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特別在 反正是你把我挖出來 你怎麼覺得我會Happy 你也在玩遊戲啊 那我們等一下做的事情 會比玩遊戲更刺激 怎樣 刺激嗎 蛤 我們等一下上快速道路更刺激 趕快讓我平安到我家 不行嗎 不不不 哦 很爽耶 這次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降檔啊 排氣管就快爆炸的聲音了 對 今天就是要讓你體驗 你人生中最刺激的選項 然後下一秒有沒有 我就直接 直接急左轉 直接送你下去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穿這樣嗎 為什麼 當葬禮的時候比較好看 你人生中最應該感謝的有三個人 美達第一個我包一千塊黃包給你 在這裡我要先謝謝我自己這麼有才 第一個謝謝自己 OK好 還有嗎 第二就是謝謝我的阿嬤 她支持我來讀大學 好第三個要感謝的人 三個要感謝 哇這需要思考 好感謝我老闆 而且他願意讓我 就是犯那麼多錯 還願意這樣子慢慢跟我講 真的你自己跟大家講你自己的行為 你去想一下 真的應該嗎 你都不會一點就是覺得自己 很對不起我嗎 我其實半夜都會偷哭耶 真的啊真的 我真的真的 我真的有時候半夜都會偷哭 然後偷哭隔天起來繼續摸魚 所以你沒發現這兩天我的速度特別快嗎 你說離職的前兩天那有什麼意義呢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平常要是這樣子的話 也許你早就已經月薪十幾萬了 我覺得你可以先拍一集 先讓我體驗一次月薪十幾萬 然後 月薪十幾萬也償還不了你的債務啊 欸歡迎那個有要匯錢的 這個帳戶好不好 剛未成年那麼貴 好 這個是影音剪的 肯定剪進去 比利我們到囉 帶你來整個台中最高檔的餐廳 看起來那高檔 我們現在下車比利 現在看起來滿懷期的 很開心的 OK 我們的主角比利 有沒有很開心 無人拉麵 如何啊 帶你來吃這個無人拉麵 你看料夾夾滿 今天都老闆請客啦 我覺得 不知道有很多話想對你說 但看到你那個色情的臉 我就講不下去 你現在拿著什麼意思 你們的第一張合照 喔哇 我們的合照 我覺得今天這部影片單停這樣子 真的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覺得很棒 我想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不用 我覺得你要做點 就是在離之前要為了我們的團隊做一點貢獻 所以我們決定 你們在這裡跳多久了 跳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嗎 對 再來十年了 背禮 所以你在帶大家跳那個嗎 我老鼠在哪裡 老鼠你不早說我站在這裡 我覺得這部影片極具意義 我們等一下會去 另一邊參加我們的 各位 我們在我們的熱舞社令完了 再來就是輪到我們的太極社 那一樣 我會幫大家吸引注意力 跟大家講一下說 你真的 有些離職的心得這樣子 其實怎麼會這樣 動作 我不會跳 學 我們人活到老學到老 要帶那種韻律感 咬起來 這樣咬起來 漂亮喔 對啊 屁股要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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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來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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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牽絲 太鼓 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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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海狗 海狗在哪 海狗在哪 那邊啊 追焦不到 有一個東西在動 海狗 那一隻 有嗎 有 對對 那 對啊 他們很屌 他們硬是用蛤蟆的殼 撲不掉路 真的像我用我的血肉之氣 為你鋪出你人生的每一條道路一樣 我希望在你離開我之後你可以好好的為自己人生負責 不會在我老闆這樣子對你那麼好的相信我 我們就邊走邊聊一下 你覺得這一陣子在這裡的感想是怎麼樣 說實話好不好 我老闆真的對我還不錯 也不是還不錯 真的很好 發生什麼鳥事啊 還是什麼的 他其實就是第一個挺身而出站出來 這個有一說一 你要不要說一下你上一個老闆就是 三個月只給你一千五的事 我覺得 我不想再引戰 就是 好 簡單來講就是 希望他離職是快樂的啦 雖然說他再來可能還是會再見到面 但是就是 以朋友的身份 以朋友的身份嗎 我跟你講到時候你下次回來的時候 欸比利那個字幕幫我上一下 我可以收錢 那 帶你來看我們整個深港 欸有魚欸 對啊 深港 我們的海域是非常的 就是 你看就是 唉天啊 就帶你來看這片海其實是要收錢 但是因為是米蘇不用收錢的 是嗎 還是想要看老闆下去抓一條魚給你看看 離職前的願望就是我希望老闆在那邊泡水 OK OK 太陽很大 我們也差不多該回去休息了 那希望 接下來的日子 你可以好好的很順遂知道嗎 是 情人節 咖篇 受洗 好 不好意思 OK OK 那我們差不多該走了 好累累累 走 蛤 欸 欸 追啊 你沒有看什麼 超小白癡的車 老闆 你跑起來都很像憨鬥 欸 嚇掉 各位 那也成功回到家了 真的是 感謝比利 這一陣子的工作啦 好不好 雖然說很昏很摸魚 但是也帶給大家不少的歡樂 那就祝他幸福 祝他人生快樂好不好 也許哪一天他突然會來說 欸老闆 我想要回你這邊工作也說不定 好不好 那希望今天這個夜晚 應該也不算夜晚 才三四個小時 希望 這段時光是 他人生中 印象深刻的時光 對 希望能夠帶給他 一些 很好的回憶 好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鐵 也不要忘記對我的IG 欸 如果覺得我是好老闆 底下留言甩牌 好老闆 好 謝謝老闆弟 我留言向你 喲 留言看不膩 那我們下部見啦 大家掰掰 那對 我這邊在應徵員工 有沒有滿18歲 不用當兵 女生家 好不好 在底下留言 或者直接視訊IG報名 把比利換掉 再找一個大奶妹 讓他羨慕 讓他覺得 離開這裡 是錯誤的決定 到下載